新美市議員張瑞珊和學法律開業的女兒張維倩 一起出席在秀山國小前舉辦的捐血送米活動 鼓勵民眾多多參與公益活動 幫助性命危機交官的患者 找回寶貴的生命 能夠和家人有更多相處的機會 這次的捐血活動 我們每一次辦捐血活動 都有送禮物 這次是送米 也配合一個公司 也有做一個兼米的活動 資料都是公所提供 公所發單子 平單到我們服務處這邊 可以領到四包的米 總共有兩千多斤 社會很多需要的人也有 也有很多善心的人 他們都很幫忙 能夠提供這個機會 給我們來做服務 血庫一直以來 其實血都不太夠 所以辦這次捐血活動 也希望民眾可以 玩起自己的衣袖 然後捐出自己的熱血 幫助需要用到血的一些朋友 這個捐血活動其實很開心 因為很多人來響應 大家都是撥空過來捐血 所以非常非常的開心 說到捐血 其實張瑞珊議員連續舉辦多年的活動 圓然也成為民眾固定報道的捐血點 成為中和地區數得出來的捐血活動 這次張瑞珊議員特地帶著律師女兒張維倩出席和民眾互動 不用多說 看得出來女兒就是接班人 延續她在地方上的所有服務 包括了競選2018年的新北市議員 張瑞珊議員已經是地方上當選多屆的民意代表 集成有實力 現在思考退休後的接棒人選 當然是學法律出生的女兒張維倩 積極佈局中 希望有實力的張維倩 能夠獲得地方的支持 蘇聯天空新聞 綜合報導